今天来到曼德勒 这一边的一个叫斯盘 斯盘名字叫 苏图办 这边刚进来的话 反正就是说每个人 外国人在这边 每个人进来就要交10万的免币 听说本地的好像是5万 反正我们六个人进来就交了60万 然后也办了这个牌 然后有另外的规定 准备来投标 他是要先拿相应的 十分之一的钱在这里 比如说你准备来这个工班投2亿 你就要先交2000万的保证金 他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投标的 如果要来投的话 可能要用麻袋装过来 所以今天就先不投 反正看看石头的品质怎么样 再决定下一步要不要来投 好 这样我们往里面走 从外围这边看上去的话 这个石头个头都比较大 现在我们先到里面去 看里面的石头品质会不会好一点 这里有一份是三块 重量是300多公斤 大概这种纸楼懒的 但是底装就是露粗粗的 而且裂也比较多 水头也一般 大家可以看到它摆在地上的 不像国内是单个的 你看它都是一堆一堆的 一堆就一份 一堆就一份 这个就是免电这一边 这种供盘的特点 这个这种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他们买一份里面 国内都是单个的 一份一份的 你看它有的 一堆里面就几十个 这一堆多少钱 多少钱这样子的 镜头看过去的话 可以看到在石盘上 人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山山两两的 从这外面看也没什么人 但是远处里面这个地方人就比较多 我估计里面的石头应该会比外面的好 我们也过去看一下 像这一堆 就是基本上属于白岩沙的木纳 也是一样的 虽然底装不怎么好 你的带春 你的带绿的 这种一大堆 就起码有几百个 就当作一份料金 这一份是17.2公斤 有4片 上面毛水就全部进来了 色也进去了 这个种还可以 里面还是有一些叶在上面 种还不错 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屋子前面 这个应该是属于那种精品区 我们也进去逛一下 果然进到里面来品质就不一样了 你看第一个这种紫罗兰 拿起来就是肉冰种打底的 这两片是6.4公斤 小碎裂也多 但是这个纸还是不错的 来看看这一片5公斤的 这个种就相当不错了 上面你看它飘花飘得很漂亮很明冻 这里 这种灰黑皮革的 这种雾尘保护的 所以说到里面的落质 总就比较到位 包括这片小的 旁边这个雾尘挺舒服的 从外面打灯 你是看不到里面的那个种水表现的 就是因为雾尘 所以说灯穿不透 但是切进去你看 这效果还是相当好的 就是九组黄雾 类似于那种白雾一样的 算比较好的雾尘 这一份是0.3公斤的 切了一小刀 下来切了一个小盖子 你看从外面打灯的话 是没有任何表现 没有任何水头 但是因为它沙比较扎实 比较蓄膩 所以你看一切进去的话 这个种还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啊 石头的魅力就在这里 很多东西是千变万化的 这种几乎到冰种 甚至呢这里打灯 这里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位置 车灯打过来这里 像这种料子就可以来投一投 今天跟多多赚了一千 有没有看到什么好的料子 我看到那边有一块料子 但是那块料子感觉 切掉了反而可惜了 如果那块料子不切掉的话 如果买万灯会有人用 4片41公斤 这里的肘很好 这样做牌子也漂亮 水路在这里 其他的这些就差一点 变太多了 对啊 它水路就是靠近这一边的特别好 我感觉这里起一个挂件都是那种 很纯的那种 而且花是那种绿花 像水草一样 炸草花 这块也不错嘛 8公斤 落泻 而且中间的飘这种金丝粒 如果这一条从这里一直一直沾 然后找到这里 那就太完美了 完整度相当好 这种如果下片起来的话 手镯是稳稳的 所以说这种实形就特别好 完整度特别好 头一头的 这个料子啊 如果没有切 是不是可以值个一两百万 切完之后就变成了 眼光感也相当好 从外面到这里都还是很好 从这里下来就开始慢慢变落了 到底下就差很多很多了 这里起码到高边了 但这种通沙料真的只是 只能适合收藏 你去切就有一定的风险了 这段品质还是很高的 这个大海也不会的 反正呢 今天在这一边 整体走下来的话 就是说没有特别经验的 在那个小屋里面 品质高一点 所以说现在石头 真的高货是很稀缺的 有机会搞到一些好的料子 可以增值的 今天晚上回去 合计合计 明天过来 给它头几个不要试试 反正也不知道 现在这种形式是怎么样 这几天来到安德勒 一个感觉就是气候比较热 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 交安市场里面人气超火爆 价格都比较贵 甚至我感觉有一些价格 甚至都超过国内的价格了 几天的一个感觉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